印象就是把那个高音美一直到往下 这个黄俊豪 他在同一栏把它分成B到G栏 等于四个人 就是五个人 五个人就是一列 五个人一列 然后呢 这个做法上面 我昨天有讲 把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是取一个什么呢 你要分析嘛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也许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做出来 不过你可以把它分析一下 到底你的需求在哪里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所谓的Color跟Row 这两个把它完成 那首先当然 这地方如果你要把它分出去 你可以去思索 就是说 你要先抓的一定是 都同一 比如说你要抓 你的来源在哪里 来源的范围 OK Index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抓到哪里去 那基本上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 你的目的跟你的来源 那你要必须完全Match 就可以把它整个就丢过来 结果上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我们可以除了用Index这个函数之外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叫Indirect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 一个是需要给固定的数字 就是那个列跟蓝 而且这边一个列跟一个蓝 然后Indirect的话 你是需要给一个什么 比如说像这边有个C1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这边是用 假设你要来源是A1的话 你必须给它一个A1的一个字串 那这个因为上午里面讲过了 我就不赘述了 你们可以回头 如果你对这一段 怎么样把它切割成五蓝 可能忘了差不多了 你可以回头再看我们上个礼拜影片 那同学比较有兴趣的好像是 如何再把这些资料 本来是一蓝变成五蓝 那可是也有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就是 又需要输出成报表 或者是说输出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ERP出来的东西 又要再返还到另外的地方去 或者是你要寄Email等等 那你要怎么样再把它合并出去 变成假设在I蓝 我希望能够快速的帮我把它整合 又重回到一蓝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去思索几个问题 当然这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去思索 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要一次做完 应该是不太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一次做完毕 这里面的话 必须要串很多个公式 才能够完成 所以像这种比较复杂 进阶的函数 通常我都会分几个阶段 什么样阶段 你可以去思索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假如说我用的是index函数的话 假如我这边插入一个index函数 你如果说不太会做的话 没有关系 不太熟 你可以先点击它 然后先去了解一下 到底它需要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array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的来源在这里 你就给它选起来 不过这个范围里面 可能有三个是空的 不过这样子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先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的话 基本上应该会向下填板 所以把它锁定 这个第几列呢 这边的话呢 应该第一个格子应该就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第一栏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个地方第一个格子 一定是第一列的第一栏 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高一枚 那可是你如果说呢 你希望向下填满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你的roll会增加 当然你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roll 可以干脆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1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roll roll 小roll 刮糊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我把它改成roll 小刮糊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roll 就可以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增加 按确定 蓝的话呢 不过问题来了 跟这一样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应该颠倒 应该是这个 这个在下面 因为我往下增加的话 我要的应该是怎么样 我要抓的啦 这个地方是我要抓的是第几蓝 那因为我等一下向下填满的时候 我的roll的数字会增加 所以 会抓的是 这个对照表的第一蓝 第二蓝 第三蓝 第四蓝 第五蓝 OK 按确定好了 假设我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 1 2 3 4 5 5个应该没问题 前面5个应该不会有错 可是如果你在向下的话呢 你会发现抓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这个地方应该变6了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它应该没有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呢 它没有第六蓝 没有第六蓝 所以你势必哈 你这个蓝的部分呢 你需要帮它做一个什么 变成 1 2 3 4 5 再来是啥 再是1 2 3 4 5 再来是1 2 3 4 5 那列的话呢 前面5个出生格呢 全部都是1 为什么 因为前面5个一定是同一列嘛 对啊 同一列 然后第二个的话变成2 都5个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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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OK 那就是同样的1 2 3 4 5 再来6 6的话后面有空啦 不过没关系 先 OK 那所以我们可以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的列号 列的部分 Role number 那我需要先产生什么 全部都是1有5个 全部都是2有5个 以此类推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插入一个列 Role 就一样用那个简式参照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 就是 推敲的啦 所以 其实怎么做 有时候 其实一下子没有答案没关系 你可以推敲 OK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现在抓的是我现在的列 那我现在的列 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向下填满的时候 全部都1 5个 全部都2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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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边的话 我想到的就是说 那我可以针对Role 去下点功夫 OK 那这个 不过各位也可以先想想看 我应该知道 我要做的东西吧 这个是全部都是列 这个是全部都蓝 那这个蓝的话是12345 12345 那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两个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这两个公式 再放到这个index后面 有没有 后面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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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子里面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部分我想 请各位 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稍微再拿出来了 我这可能要动一点脑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OK 来 后面先还给你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我需要做出 分三个阶段来看好了 那我们的需求非常简单 把这个多蓝 再转换为单蓝 可是我的转的位置 是转到I蓝这个地方 再转回来 那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呢 因为我的index这个函数里面 需要有两个最重要 这个第一个参数 这个没问题 我的范围 第二个参数哪一列 第三个参数是哪一蓝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 取得这两个参数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做复杂的公司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可以分阶段做 因为你要一次做完 那真的太难了 即便你是在怎么样高手达人 也没有 也还是 我想这个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通常是分阶段 那我大概分析一下 我需要什么 第一个就是 我的列 它需要做出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追蓝的地方 你可以在追蓝旁 就做出的是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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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没有 这个 只要把这里面的公式 丢到这边来 OK 然后这个是五个 不过不是一样的列 而是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抓 这个算一二三四五 因为我后面这个是蓝 这个是列 所以 透过这两个公式 这个公式可以丢到哪里 丢到这边来 如果这两个公式丢过来 那你向下填满 不就是得到答案了吗 OK 所以我们再分成 后面的这两个 列怎么产生 怎么可以产生这样子呢 那我做的那个 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大概知道 我往下拉的时候 我有个列 列会增加 可是问题 这个列会增加的话 那它一定是第一列 第二列 一直到第五列 可是我全部都要是一 那有什么方式 那我就想到说 那个列 我可以怎么样 先 跟五除 除以五 除以五 那你除以五之后的话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最关键是int 这个int什么意思呢 int指的就是 我如果 不满 就是你如果不是整数的部分 小数点 一律怎么样 一律去除掉 一律去除掉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说我向下填满的话呢 当它一到五的时候 除非到五的时候 除非到五的时候 五除以五的时候 它才会整除嘛 才会是一啊 如果是一到四的话 除完之后一定都还是零点几嘛 零点几后面等于就零了 因为int函数一刮之后的话 后面的那全部都去掉了 那利用这样的原理 我就串了一个公式 这个可能要动脑筋 我这边的话呢 就用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就int怎么样呢 里面 我为了要让这个 前面的我想法全部都实现 所以我就把什么 第一个 我先把它剪掉一 那为什么要剪掉一呢 因为呢 我后面会加上一 也就是说呢 我前面假设说 我里面的第一 假设第一列的话 那第一列 我除完的话 基本上全部都零 有没有 你如果把这个 假设第一列 假设第一列 到第四列好了 全部都是一到四列 过来的值 那除以五的话呢 因为经过int之后呢 它一定也是全部零 那也就是如果把它加一的话 那不就变成怎么样 这前面都是 一一一一 可是问题好了 来了 可是第五列怎么样 它居然给我进位了 可是第五列 我还是需要一个什么 还是需要一个一嘛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个地方 再把肉减一 哦 你知道 这个是我推出来的 推论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公式怎么来的 有时候是按照实际上看到的结果 得到的 OK 那你说你这地方 假设我这地方下面的部分 我把它先删了 我先把它删掉 这个是最后看到的结果 那你说假设我现在刚刚的公式 我没有减一的话 假设我没有减一 你把它打勾之后 你向下填满 你就知道 到这边好了 你会发现 这边怎么变成二了 所以我少个一怎么办 那就很简单 你就把肉怎么样 减一不就好了 所以将来呢 你说这地方 为什么要减一加一 你看结果你会有点不太知道 但是你把它减一之后 这个地方就多一了 再来的话呢 它就变成二了 再来就变成三了 以此类推了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整个做出来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这个指的是哪一列 所以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那同理可证 以后如果说你要 把它转成两栏 转成三栏 转成四栏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你只要组合出 它要的哪一列 哪一栏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 我要变成五个一 五个二 以此类推 好 第一个做出来了 列的部分搞定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解决什么 栏的问题 那栏 哪一栏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那可是我 像下填满的时候 还是只有列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MOD MOD MOD 求余数 这个求余数 什么意思 求余数指的 就是这个余数是 比如说我今天 我本身的列 现在的列是1 1如果MOD MOD MOD MOD多少 MOD5 MOD5意思是说 1除以5 余多少 关键在余数 所以MOD指的是余数 那后面5的话指的是除多少 比如说1除以5 余多少 1除以5 因为没办法除嘛 所以剩下的话剩1嘛 对不对 然后2 假设是MOD5的话呢 那当然2嘛 对不对 那3呢 那就余3 那一直到4 4余4嘛 5的话呢 整除了 余多少 0 OK 所以如果说我们照原来的啦 假设那个列放进去的话 不用加不用减的话 那就12340 再来就12340 可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啊 我是要12345啊 你怎么跑出一个0呢 是不是我最后那个0把它变成5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想 应该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说你用刚刚的方法就是MOD 那MOD怎么怎么用啊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我们这个MOD的使用方式啊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找到那个MOD应该是在那个MOD是 它应该是文 是不是放 我用那个全部里面找好了 打一个M 或者打一个MOD快速打 MOD应该是在数学函数吧 OK按确定 那它会问你说呢 你现在的数字 那我现在的数字是 根据那个RU 就是我现在的列 比如说我现在是列 然后呢 这个哈 Division这个地方就是除 多少除以5 OK 余多少呢 余1嘛 对吧 1除以5 余1MOD 关键在余数 OK按确定 那如果说我现在往下填满的话呢 填5个看看 12340 那当然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诶 是不是说 呃 如果为0就把它变 啊 除以6 除以6好 我们试给各位看一下 除以6好 那你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 呃 除以6就是答案 除以6 诶 除以6 12345 诶 还是有0 对 因为你除以6的话 它变成说 12345 0 然后它就12345 0 所以哈 呃 最后呢 还是会有0 那我后来怎么做 很简单 我在这边加1 反正呢 你会发现啦 NT 跟刚刚mode最后都把它加1就对啦 那为什么加1哦 打勾给各位看 234 假设我们刚刚这边 23 23456 对不对 加了1之后变23456 那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 跟我要的 刚好怎么样 多1嘛 所以你可以在哪边减呢 可以在 Row的这地方 减1 就是外面加1 里面减1 OK 然后打勾之后 1 向下填满 12345 啊 不过这个除 不能除6啦 只能除5啦 因为这个一定是5栏啦 你不可能用6啦 6的话 最后一定做不出来 OK 好 那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12345 12345 OK 做出来了 当然另外 你可以想说 老师那我加1减1 这我搞不清楚 那你 我可不可以用 如果等于0的话 如果说上面还有一列表头的话 会不会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 对对 一样 因为我们选的时候 表头不选就好了 反正我们主要这个 这个123 这个1指的是 我选取来源的 那个范围的列 不是指的是 我工作表上的列 OK 所以 那所以如果上面有表头的话 反正你选 不要选到表头就好了 OK 好 那你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就达到我要的 所以基本上 做出来了 其实如果你这个跟这个做出来之后的话 那你答案就做出来了 但是你这两个做不出来 你答案一定也做不出来 好 我做给各位看 等一下怎么做呢 很简单 第一个 你把这个公式 复制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这个参数里面的第二个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打勾 再来把这个 不包括等号 不要选到 然后呢 放到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 第三个参数 那所以 Index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呢 哪一列 哪一栏 好 记得不要贴错啦 按打勾啦 打勾之后的话 箱下填满 放开 哎 有没有发现 完成 OK 所以 当然 如果你不做 你不做这两个动作的话 你要把第三个动作 做出来啦 我相信应该是 应该太难了 没有人这么厉害 如果说叫你一次把它做对 但是如果你旁边的东西做对 我相信你应该都会吧 反正你就把这个公式贴过去 这个贴过去 那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吧 但是这个可能还是要自己动手 做完 做完 而且把它做出来 那将来呢 你在你的工作里面 如果遇到有多难 转成单难这种需求的话 在你不想要写VBA 像我以前教的时候都是教VBA 不过后来我发现 VBA的接受度还是 有一个落差啦 因为我自己讲的很high 可是底下可能 所以后来我想说 那如果我不要用VBA 有没有办法 做出一样的结果 也是可以啦 但是还是很困难 对不对 不过呢 比起VBA来 应该还是很困难 还是一样困难 不过比起来应该简单一点点啦 OK请各位试试看 应该知道我在讲 这个公式很冗长 所以如果你怕找不到没有关系啦 请各位参考一下 云端白反 一样嘛 就是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 那个入门的范例 切割名字 旁边一样有个程式码 那你把它弹出 这边点开来 弹出之后啦 这上个礼拜应该有看到过 然后呢 我是把刚刚的公式 贴到这个最底下 贴到最下 这个多难转 当然 因为刚刚同学一来就问我说 这东西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上课是有讲到 因为我们这边是没讲到啦 所以刚好同学可能也非常有兴趣 那刚好我就 呃就就就再讲一下 特别注意哦 刚刚的这个中间 这个就是有没有 一直逗点这一块 这一块呢 指的就是我刚刚的列部分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 你可以哦 我把它再启目一下 这个 这个是列的部分 那这一块的部分呢 是懒的部分 所以 是这一块 这一块 那你可以分两 这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再把这整个做出来 OK 那当然如果你做完的同学 还可以试试看 这个 indirect 不过indirect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一样可以去抓 但是这个地方需要的是 它的位置是C C1 D1 E1 F1 G1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会产生第二个问题 就是另外的问题 那你可以 那一样可以在K 在 在J 在K栏 做做看 这边要产生C 这边要产生D 这边要产生E 一种类推 不过不是说到G之后 有没有 又要一个cycle C D 有没有 等于是 这几个的cycle 所以你像要填满 就要C D E F G 再来CDE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出来 那这边的话是什么 12345 对不对 然后123 再12345 OK 再12345 那如果你这两个做出来之后 再放到 Indirect 这个函数里面 你的答案也出来了 可是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两个函数 的应用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除了这两个函数之外 常常被用到的 这个都是检视与参照函数里面的 还有是offset 不过这个这个地方的应用已经相当的深入了 这进阶算还蛮进阶的 当然这个之所以会有这些函数的产生 主要还是跟那个资料库比较有一点关联性 这个当然也跟资料库你怎么去 去做一个范围的 这个这个 取得来源资料的范围 然后放到你应该指定的这个这个位置上面去 我想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